艺术能量 五分钟 认识一位艺术家 欢迎你登上艺术方舟 我是Color爽 嗡 哭吱吱吱吱吱吱 火车吐着浓烟在风雨中迟行 今天我们改做19世纪的新型交通工具 蒸汽火车出发 去寻找艺术家透娜 天气看起来有点糟糕 可是火车上乘客的好心情 似乎没有被这样的天气破坏了 大家都在为第一次坐这么快的火车而高兴 你瞧艺术家透娜 也美滋滋地坐在一个靠窗的位置 目不转睛地盯着窗外看 车窗外的景色一幕幕从她的眼前而过 风景和雨搅在一块 看也看不清 透娜心里赶盼着 最近几年的工业革命竟然发明了这么多新鲜 又刺激的交通工具 不仅加快了出行速度 也彻底改变了人们看到的景色 望着窗外 她超想把窗外一闪而过的风景画下来 可是这风和速度得怎么画呢 透娜想着 以前人画的风景都是宁静而安详的 而我想画出风景的速度和力量 想到这儿 透娜激动地坐不住了 她把头从火车窗口伸了出去 雨水借着风力 噼里啪啦地甩在她的脸上 只见那脸蛋上的肉 被快速的风吹得一直在抖动 样子看起来狼狈极了 可是透娜却乐开了花 兴奋地喊着 哇 这感觉太棒了 我真的感受到风 空气和速度了 话刚说完 乘务员一把把她拉回车厢 这样做太危险了 透娜先生 她不耐烦地盯了一眼乘务员 轻蔽地说 我知道了 透娜心想 第一次坐火车 忍不住想感受一下 高速运动中的风景 把看到的景色创作成 惊人的杰作 哇 开心 那天 透娜一下火车就狂奔回家 抓起她的画笔和颜料 飞快地画了起来 她下笔迅猛 速度 时不时地还抓起 奶油 巧克力和果酱来当颜料 往画布上抹 不一会儿 画就画完了 透娜给这幅画取名叫做 雨 蒸汽和速度 她通过雾蒙蒙的颜色效果 快速地笔触 来表现速度和蒸汽 指尖画布上 一辆火车在一团雾气里行驶着 这团雾气有龙卷风一样的走势 让画面显得模糊不清 透娜喜欢表现这种快速运动中的风景 她的风景画给人一种气势磅礴的感觉 画面中好像有一股龙卷风 吹得空气中的水汽都在翻滚 里面的光和色彩还在剧烈运动着 充满了激情 不过 这一种快速度中的风景画 当时很多人都看不惯 有的人就说 透娜 你画的这是什么呀 就是泼了一层石灰水和肥皂泡 可是透娜却说 我看到的风景就是这样的 不信你自己也去体验 去看看 透娜之所以能画出这样的作品 就是因为她常常亲身跑去看 去感受 去体验这些快速运动的风景 才让她的风景这么有感染力 为了让风景画更具有气氛感 她还在画里加入了一些有趣的小细节 不信你看 这幅画中 火车头的前面 有一只很小很小的 褐色的小野兔在狂门 她用尽全力地横穿轨道 四肢使劲地张开 想在列车经过前穿越轨道 你想想啊 兔子能在火车经过之前 成功地穿越轨道吗 兔子与火车赛跑 到底谁会赢啊 这些呢 其实都是艺术家透娜的小心思 机械的速度秒杀了步行速度 这种快速度正改变着传统的生活方式 这就是透娜画这幅画思考的问题 工业发展带来了这种快速 也带给透娜一种观看风景的新方式 和之前那种静止优美的古典风景画完全不同 她把前人体验不到的速度和运动的风景画了下来 好了 恭喜你收获了透娜的艺术能量 现在我们出行的交通工具速度更快了 你是不是也观察过这种快速运动中的事物呢 回想一下那是什么感觉呢 欢迎你留言告诉我哦 感谢你和我认识一位 喜欢表现速度的风景画家透娜 下一节我们要一起去认识一位 躲在热带小岛画画的神秘画家 你期待吗